哈喽,大家好,我是M仔 这个呢,是那个泡酒的大缸 那个酒也买回来了,那个药材也买回来了 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 那个小狗仔呢,种到了两条,也死了 等一下呢,咱们把这个酒泡好呢 就把那个小狗仔给埋了 送他最后一层 兄弟们,这个呢,是那个北齐 这个呢,是那个枸杞 这个是红枣,这两样呢,是补鞋 这个呢,才是今天的主题 这个呢,是野鳞汁 我已经蒸过了,然后晒得很干了 拿到那个中药的药店问了一下 他说我这个呢,是苦鳞汁比较少见的 比他卖的那个鳞汁还好 拿了泡酒了 他说可以泡,但是必须要高浓度的酒 要50度以上 好了,咱们先把这个倒进去 现在呢,把那个鳞汁切碎,也放进去 还不够 整个泡酒有点味道了,咱们再加 好了,现在这个酒呢,也密封了 等过一两个月,他们再加酒 好了,咱们现在先把那个小狗处理一下 送他最后一层 哎,这可怜的小生命啊 我现在呢,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还有一条呢,今天早上死了 我爸呢,把它埋了 这个洞呢,我老爸 今天早上呢,就已经挖好了 因为这条狗呢,还没有窒息 所以他就没有把它埋了 要等他自己断气了 然后叫我就把它埋了 这里还有一条 让他两个在下面有个半 就在这里埋了 这里两条狗都在这里埋着 怨天堂没有疾病 剩下三条小狗 咱们要好好地把它伺候好 多可爱 从那下面跟我到这里来 对于这么小的狗 然后穿这个草丛特别的不好爬 其实狗呢,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咱们要好好地善待它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那种药 哎,可惜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安仔的,请问安仔 点个赞 也可以关注一下安仔 先带小狗回家 云淡风情 是鬼途中最美的心情 你的眼睛 回家了 点燃了 点燃了现实和梦境 云淡风情 下个轮回是否能记起 你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